今天早上受到华南云城的影响 在北部东半部有些降雨之外 中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雨发生 还好下半天降雨缓和 冷空气虽然开始慢慢减弱 但温度回升的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要等到明天要放假了 冷空气持续减弱 温度回暖的状况会比较明显 只是明天来看 白天来得比较舒适温暖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日夜温差大 北部东半部云量比较多 还好只有一些零星降雨 中南部天气相对比较晴朗稳定 下一次天气变化 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北部东半部降雨增加 礼拜五下一波冷空气再度报到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从云图上来看到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因为华南有些云城移出来 就造成在今天上半天 北部东半部有些短暂雨之外 中部也有一些局部降雨发生 还好等到下半天 降雨状况就不叫缓和 因为水气变少了 等到明天 228假期要放假了 随着冷空气减弱 明天台湾附近会逐渐转为偏东风 进来的水气会持续的减少 虽然云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 明天来看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但随着水气减少 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到东半部 有些零星降雨会出现 目前看着雨也不会太多的 北部东半部主要是多云 偶尔有机会见到阳光 到了中部南部让天气会更加稳定 中南部来看 明天主要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而这样的天气持续到礼拜四的白天 礼拜四白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 目前看天气相对还是稳定的 虽然礼拜四的下午会有道封面开始掠过北台湾 但目前看只会造成北部东半部 礼拜四的下午云量稍微增加 主要是要等到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华南这里又会有水气逐渐接近了 北部东半部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降雨会先变多 接下来等到礼拜五等到礼拜六 华南过来的水气还会再更多一些些 目前看在五六这两天 除了北部东半部会有降雨之外 中部南部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要提醒大家 要等到礼拜天水气减少 降雨才会有所缓和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摇来看到 随着北边高压移出去 冷空气在今天已经开始减弱 只减弱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今天回升的幅度 温度回暖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 等到明天来看 随着冷空气持续的减弱 明天温度回暖的状况相对就会比较明显了 但早晚还是比较偏冷 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明天来看的话 在北台湾的温度可以来到12到23度 高温回到20度以上 中部地区在14到25度左右 而注意在南部地区则在16到27度 东半部则在16到23度上下 而接下来等到礼拜四的时候 各地的温度会比礼拜三 再略为回升个1到2度上下 但很快的礼拜五 下一波冷空气要再度报到 温度又要下滑了 礼拜五下来这波冷空气 目前看跟这两天影响台湾的冷空气 强度差不多 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的清晨 在中部以北到东北部局部地区 低温又会下滩到10到12度左右了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咛 透过这张图卡网要告诉大家 明年雨相对少的 明年放假可以把握出游走走 只是白天的温度会回升 日夜温差不较大 您早出晚归添加衣物 高平地区在下风处 空气品质会比较差 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北部东半部降雨要编多了 礼拜四如果你比较晚回家 北部东半部带把伞比较保险 明年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年我们提到水气要减少了 冷空气也要减弱了 也因此在北部地区温度会有所回升 在天气部分主要是多云 但偶尔有机会见到阳光 基隆13到20度 台北13到23度 新北14到23度 草原13到22度 新竹13到21度 苗栗12到21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明天云量偏多 不过阳光是有机会露脸的 在白天温度也会有所回暖 但日夜温差大 台中15到25度 彰化15到23度 南投14到26度 云林14到25度 嘉义14到25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明天多云 但可以见到阳光 台南16到25度 高雄17到25度 屏东16到28度 可早出晚归衣服还是要多加一件 另外在东半部地区来看的话 明天云量偏多 可能有些零星的降雨 或者雨不会太多的 宜兰温度回升14到22度 花蓮16到22度 台东18到24度 在外岛地区来看 明天主要也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在温度部分 在宏湖高温20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后两天温度会有所回升 但礼拜四的晚上开始 北部东半部降雨增加了 五六两天水气会更多 而且到时候下一波冷空气到 温度再度下降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气